10月7号 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 极右派社会自由党候选人 现任国会议员波索纳洛 和左翼劳工党的哈达德胜出 得票率分别以46.7%与28.5% 在13位候选中胜出 由于无人过半 两人进入10月28号的第二轮投票 再行一决胜出 但所有米光灯的焦点 落在波索纳洛的身上 英国旧舍报评论 它的崛起 代表自由主义规范崩坏 民粹主义兴起的故事 正在巴西展开 今年62岁 陆军尚未退役 波索纳洛从不掩饰自己 对巴西过去军事独裁时代的怀念 而且 他愣意被比作 拉丁美洲过去的独裁者 华尔街日报分析 波索纳洛有两点深受巴西民众拥护 一是 他主张用言行俊法打击犯罪 支持民众持有枪支 迎合当前巴西选民 对贪腐与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抨击 二是 他口无遮拦的民粹语言 从政以来 他更发表了许多歧视同志 女性与非裔族群的言论 喜欢他的人称他巴西川普或热带川普 我兄弟们永远会和黄女生 持有很高 金融時報說 巴西在左派勞工黨長期執政下 貪污腐敗 經濟不振 這成了波索納洛保守級又崛起的溫床 而他的民調 能在近一個月來急速攀升 還有這場刺殺事件 這場景可能喚起許多台灣人 對3P9槍擊案的回憶 上個月7日 波索納洛掃街葬事時 遭人遲到刺傷 這一刀升級波索納洛常盜 醫院說傷勢嚴重 差點命 這更凝聚了波索納洛的支持者 撤驗在醫院外頭守候起伏 而行凶的嫌犯當場被捕 警方調查他曾參與左派政黨 常在網上發表對右派 和波索納洛的尖銳評論 那些事件被你遭遇了 你見到你的父親被捕 在民眾的胸部 波索納洛 遭遇到一個恐怖 遭遇到一個人生命 但波索纳洛家族抓住了这个事件 在长达一个月期间 没让波索纳洛出现在精选场合 反而让儿子代步出征 大胆背起台散步 这次伤是左派所策划 不同于左翼和女性选民的反对 巴西市场对极右派目前的领先 却呈现出趋越行情 巴西股市近一个月内涨幅有11% 相较于哈达德延续劳工党 偏向反改革的立场 波索纳洛并用市场派的经济顾问 据说更受到投资人的青睐 然而对于第二轮10月28号可能的结果 各方分析都抱持戒胜恐惧 人们真的不在意他认为 他其实认为黑人或民主人或人材 他们真的想要改变 他承认了这种改变 但问题在于前朝留下的财政势资 公债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警戒线的84% 这有赖于对巴西过于诱惑的年金制度进行改变 但是军人出身的波索纳洛 对经济议题的手忍坐并变怀疑 巴西一场总统大选 一场左右路线的战争 更可能将是未来独裁政治再次崛起的分身